欢迎回来 相神是印度教的智慧之神 头顶皇冠有着长长的鼻子 中国湖南一名男子 他就长这副模样 香里盛传 他是相神转世 称他为相人 当然这位相人没有神力 反而是马戏团想要训练他 成为人寿表演者 他到底怎么了 带您揭开相人之谜 中国湖南这个淳朴小镇里 几乎人人知道它 但都必知 唯恐不及 一张巨大怪脸诡异变形 严重下垂几乎掉到腰间 走动时得要一手捧着 坐下时也得把一大块脸 往桌上摆 我的草莓 这一人走到了 不值得 就知道这嘴巴感到的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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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圈 感到 歪斜的嘴巴讲起话来 几乎没人听得懂 恐怖模样让村民们议论纷纷 不断下垂的脸颊就像橡皮 开始有人怀疑 他就是相神转世 只是他并没有神力 反而连平常人的生活能力 都没有 我会有取笑 就是最后 最后 所以我特残居然挖了挖这个食物 37岁的黄春财 4岁起脸部开始异常肿大 随着年纪渐长 脸越肿越大 一张沉重的脸重达25公斤 几乎是体重的一半 头部脸部仿佛被一个6岁大的孩子黏住 黄春财无法挺直腰杆 从背后看脊椎向下弯曲超过90度 加上过度负重身高只有135公分 宛如一个孤独的向人 因为地心引力拉扯 无关严重变形 他先是左眼失明 右耳失聪 随着脸颊继续向下压迫 嘴巴根本无法合拢 说话或进食 还需要双手帮忙开合 因为严重挤压 牙齿仅剩两颗 也只能吃流脂食物 黄春财渐渐被当成一个罕见怪物 后来还有马戏团班主找上他 要他表演向人秀 黄春财的尊严被狠狠踩在脚底下 这一天隔壁邻居家办丧事 黄春财一家也跟着陷入仇云惨物 因为他扭曲变形的项链 并没有停止长大 已经开始压迫到气管 就连呼吸都有困难 他们生怕有一天 生离死别也将在家里上演 但就在陷入绝望之际 悲惨遭遇 透过媒体报道 突然救星出现了 我摸了他的疾病 然后找到他的身体的关系 如果我能够剪掉 那他能够治疗 坐轮椅好不好 坐轮椅 千里之外的广州 复大医院决定免费提供协助 医疗团迅速成立 断层扫描后发现 黄春财根本不是什么向神转世 他的头颅里满满都是神经纤维瘤 X光片清楚看见 肿瘤不断增生 压迫着五官 除了影响听力视力外 接下来向上会扩散到脑部 向下将压迫气管窒息而死 你能够看见 如果它继续增长 它会阻止他的泡沫 和死 强救向人 刻不容缓 但将近四十岁的他 手术风险极高 而且大面积切除肿瘤 一旦失血过多 随时可能断送心灵 医疗团大阵仗 小心割除纤维瘤 避免失血过多 手术和时间再跑 最后医疗团总共切除了 21公斤的肿瘤黄春财 鬼门关前被救回来了 这都给爸拿走给你 默默的喊呗 没声音 你现在默默的喊呗 喊 结束成功黄春财终于获得重生 虽然容貌依然歪斜 至少已经能言语尽识 黄春的相神转世传说 也就此不攻自破